第二 學佛路上積德烈功 不是一直只有叫你光做善事 你到最後你一定要歸心淨土 也就是說你要悟 那麼為什麼會中途自化呢 為什麼會化地自現 為什麼會半途熬慧 很簡單 也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病苦著謀 也就是所謂的業障陷前 一般人都會說 哎呀 我有道考啦 我有謀考啦 我也有病苦考驗過啊 是第一個病考 那麼第二個 事業失敗 以前SARS來的時候啊 三個朋友到我辦公室去找我 有兩個是開工廠的 我就問他們說 最近修得怎麼樣啊 不要修了啦 修 我說為什麼不要修 我說我工廠都倒掉啦 練佛練修 我修到工廠倒掉 我要修什麼 阿彌陀佛都沒有保佑我 這樣跟我講 我當時也傻眼 我說阿彌陀佛保佑你賺錢啊 他不是叫你 勤修戒定會洗面貪真吃嗎 你怎麼增長你的貪欲嗎 所以 智慧沒有開就是這樣 事業錯綜 我啊 這一輩子幹工人員啊 我一共被貶官貶兩次 第一次就上次講過我跑去受戒 就是1994年 我因為被貶官而去受五戒菩薩戒 那麼第二次被貶官呢 是最近的事情 2006 記憶現在也不夠是 六戒菩戒而已啊 我第二次被貶官是所民生暗將 內容全部被 講坦白話啦 是真的被冤枉 但我也不去爭 我也不去辨 那麼這個是講今年 我就不便說 那麼 民生暗將那天呢 剛好又巧不巧代表我長官去開會 全場兩排座位啊 通通都升官 歡歡喜喜 大家滿臉笑容 唯有我一個人塗上碑 在那邊如坐針戰 坐不住 想要起來 想要找個理由離開 又不能走 偏偏又長官菩薩叫我代理 那種難過跟煎熬實在是不足為外人道 我才知道我有多愛面子啊 阿彌陀佛就跟地藏菩薩就把我這個愛面子打破 是愛面子 中國人愛面子嗎 修行最怕愛面子 愛面子就是我子 我跟各位講 我我子也是很重啊 那一次跟我折磨了 折磨到 後來我七天就熬過去了 我們那個長官 科長就跟我講說 他是我學弟 他說 學長 學長 你很厲害 你怎麼七天就過去了 前一任那個少年隊長被扁了 扁了你這個位子以後 後來就寫報告退休了 而且他差點得憂鬱症 他說你怎麼沒有得憂鬱症 我說學我得憂鬱症 那對不起阿彌陀佛啦 我前一任的 那個接於我前一任的位子 是隊長下來的 我是主任下來的 他是隊長下來 聽說他就是鬱鬱寡患 到現在還鬱鬱寡患啦 怨了 所以我們就是說帶著怨氣啦 又帶著怨氣離開人間 沒有必要了 所以這個病苦琢磨 我深深能夠體會 我媽媽往生的時候 因為我助練得非常辛苦 兩天兩夜都沒睡覺 我兒子跟我講說 爸爸這個時代 實在找不到像你這種兒子 我跟我兒子講說 沒有啦 我盡我的本分啦 你看 兒子親自做 這個叫 老實這樣講要深教 要言教 要義教 義就是你的心 那我媽媽去火化的時候 因為我的求佛 讓我媽媽能夠往生順利 留一口氣回家 阿彌陀佛也沒有讓我失望 這真的我媽媽從意願 留一口氣回到家 這個過程因為太長了 在我的邊的那個 這個圓滿臨終觀法裡面有提到 改天有機會再介紹 我媽媽往生的故事 那我媽火化的時候呢 就在台北市的第二賓金館 燒出一個 類似觀世音菩薩 坐在打坐的那個樣子的 有點像穿海青那個樣子 一個形狀出來 但我不敢講說那是色力 我也不敢講說那是色力 我媽媽沒那個得恨啦 但是就是像觀世音菩薩 後來我拍照起來 每一個人看過都說 一好像觀世音菩薩 我就把它放在圓滿臨終觀法裡面 那麼那個藏一色就拿過來就說 哎呀皇警官恭喜啊 你媽媽少數一口觀音啊 好那我就就放在這個地方 哎這真的是觀音啊 現在把它供養在妙音佛堂 後來啊 這是巧合各位不要誤會 是巧合 兩個禮拜以後 我這兩個手開始養 養得不得了啊 怎麼養呢 要用刮砂板先抓先抓 抓到它變成有水泡 水泡又變成 噗就跑起來一個水泡 但用針把它炸破 讓它滋流出來 這整個手都是 這個縫裡面都是 痛苦的不得了 我那個時候 2003年 我已經學佛學很久了 也做了很多布施啊 那時候平常心講 心裡就是有一點點 但是沒有慌 沒有慌掉 就是有一點說怎麼會這樣呢 所以業力不可思議啊 但是怨力也不可思議 那勝利也不可思議 我沒有怨任何人 那時候就有 所有台北市的那個看皮膚科 比較有名都看過 都看不好 也做過化驗 到台大去做化驗 也不曉得什麼原因 他以為是一種感染菌 那我那時候想說 會不會是媽媽吸藥吃太多呢 那吸藥裡面會有毒素啊 那毒素以後變成骨頭 火化就這樣啊 也不是 是我的業力 那為什麼這個業力會浮現出來呢 我跟各位講 我真的在我父親或是我母親往生 我坦白講 我不敢說我百分之百敬孝 但是我真的做到一個兒子的責任 我敬孝敬到一個極致 每個禮拜都跟 每個七都跟媽媽自己在家裡帶佛藝共修 然後七個七 完了又做一堂三十系列 那送地藏經就很多就不用說了 無量壽經也送 所以這個笑呢 等於消我的業力 那麼消我的業力呢 他必定要浮出來 就是說我們比如說我們感冒 我們得到感冒了 那麼感冒一定要花作 他自然感冒就會好 這個病毒就會出來 這個意思是這樣的 所以有些人碰到業障 哎呀 消得不得了 有些是業障要消的現象 那也有些是業障在受爆的現象 你不要聽到生病就笑話 有些是給你考試 也是給你一個考驗 看你的道心退不退啊 結果那時候果青歷事 就像定隆法師他們那個戒和尚 在北斋傳那個五戒菩薩戒 我還帶了 將近快七八十人的相機團隊 就去那邊 從買菜 切菜 炒菜 洗菜 包便當 配便當 供災堂 行堂 交給行堂去供早災跟午災 七八百個戒指要吃 到晚上的時候我受不了我要回家 回家才有辦法燙 燙或是擦藥或是刮沙 或怎麼樣 不然會一直癢啊 我獎金的時候手在下面 同學怎麼會知道老師兩個手在癢呢 老師修行工作那麼渣 他怎麼會越上線前 結果我在那個戒場的時候那個 惠宗法師跟我講他是懂中醫的 他說黃祭師我跟你講你回家 你用那個一鍋的熱水倒明酒下去 把它滾燙以後啊 你兩個手就下去像練鐵砂掌一樣啊 我跟你講燙也是一樣燙得了 皮膚燙不了 越厲害也是一樣沒辦法好啊 總共熬多久你知道 熬七年 時間到我做了一個夢 我就知道了快好了 我就到基隆醫院屬立醫院 那個院長我認識 他說哎呀這個簡單啊 我找我們這個 皮膚科主任給你看啊 一看把個藥回來一鐵就好了 哦 免臟藥是消啊吃什麼藥都會好 免臟藥是不消 吃什麼藥都沒有用 台灣有一句話就很有意思啊 真藥 依假病 對不對 對不對 假病啊 假病就是什麼 不要感冒啊 肚子痛啊 那你就吃一點藥就會好 對不對 真藥 醫假病 那真病呢 沒藥醫 只有一天藥 因果 還有 而且頭藥 就是阿彌陀佛 所以呢 這個 我這個病痛三年 還有我個人貶官的一個經驗 來跟各位分享說 我並沒有因為這樣退轉道心 這就是我在菩提道上 跟菩薩道上的一個考試 如果我考試通過了 那對於我來講是既得的功 如果我在考試的過程裡面 我怨天尤人的話 那我考試沒有及格的話 我不但沒有積到德 也沒有累到功 或者造了業 所以人家講說 業障來受爆的時候 你沒有埋怨 業障消一半 如果你有埋怨 還在加利息 還業障在加重 如果你要逃避的話呢 那下次再加更重 那所以 中土字化呢 退轉 字化就是退轉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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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